欢迎回来 作家白贤勇近年来致力为父亲白崇曦作传 最近他发表由他自己监制采访的历史纪录片 试图透过影像要还原228事件发生之后 当时担任国防部长的白崇曦来台湾的关键16天历史纪录 纪录片之中收录了他跟卑南族头目的对谈 当年头目的祖父曾经陪同白崇曦 全台奔波化解国军跟原住民之间的猜忌 白鲜勇说 二八带给台湾人民的伤痛很深 唯有把当年曾经发生的历史全部还原 才能够止痛疗伤 要不是你爸爸救了我这条命之事 我已经八十几岁了 我现在很感谢大家 80多岁老人抹不去的泪水 洗去了时光累积的尘埃 让我们看见60多年以前 在创统发生的当下 作家白鲜勇费时两年完成历史纪录片 关键16天白崇曦将军与二二八 透过访谈搭配老照片旧影片 呈现当年国防部长白崇曦 奉命来台查明二二八事件的过程 就是把当年真正发生的历史纪录片全部还原 为了一个完整的拼图让人民有全面的了解 这是第一步 了解以后可能再进一步理解 然后最后还可能达到谅解 我想在台湾的两千三百万人民要和平共处 要互相相濡一抹的来 我想这都是台湾共同的命运 白鲜勇曾出版《止痛疗伤白崇曦将军与二二八一书》 整理了白崇曦来台的最新史料跟口述历史的记录 但他认为用影像呈现会展现出不一样的力量 除了那本书以外 还要应该做一个纪录片 影像的这个冲击 这个影像的这个发行 可能比平面文字更加迅速出去 更加直接 纪录片中收录了白鲜勇与悲南族头目马来胜的对谈 从一张照片聊到白崇曦对于原住民的尊重 以及族群融合的期待 原住民的头目坐在最中间 当我想到以后才知道说 原来我原来当时他们拍这个照片的时候 就是令住民刻意把它放在最中间 原住民怎么会请他坐在最中间 但后来我们在释放 原来一定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 但是随着年龄的成长以后 继续出去融合 用影像记录口述历史 白鲜勇要补足台湾历史关键的16天 让更多人了解228事件 在重包围之中 面对无比复杂焦躁的局面 他沉著 预测 烟 最后